鸦鱼 鸦鱼 蘑菇 � incoming鱸鱼 鱸鱸鱼啊 矮像 鱸鱼 选一个环子 这个太小了 这一个可以 反正 quelques 就是这个吗 把生姜片摊平放在葱上面 红辣椒切一截 把里面的肉给它去掉 如果想更加的好看可以给它改一下刀 直接切成丝 切葱姜丝的时候一定要用手按紧 切好的葱姜丝就是这样的 然后就开始撒鱼 这条鱼有一斤多 敲死之后把鳞片给打掉 鱼鳞刮干净之后从四个地方切一刀 然后准备一双筷子 从这个鱼的左边插进去 另一根从右边插进去 直接插到肚子里面去 这样一转 就可以把内脏跟鱼鳃全部都给它弄出来 直接清洗干净血水就可以了 然后改刀从鱼的中间切下去 往左切一刀 翻过来 再往右切一刀 再把反面从背上切一刀 直接用刀后干这样给它砍两刀 再用水洗一下血水 把鲈鱼直接摆入盘中 这样给它按一下就可以让鲈鱼定型 蒸出的也比较好看 因为我家的锅比较小 所以说只能用这个圆盘在锅里面炸 然后进锅加入烧开放入鲈鱼 在上面撒入少许食用盐 直接加热锅盖蒸 开大火蒸7分钟 做千断鲈鱼 有很多人说需要用葱姜料酒给它腌制一下 我个人比较喜欢吃这种原汁原味一点的 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 蒸好之后这个关火 然后打开锅盖 直接取出 把鲈鱼当中的汤汁给它泥出 然后直接摆入这个长盘当中 把上面给它放入三四 在旁边淋入中一只油 淋一圈就可以了 然后进锅加一勺少辣油 把油在锅中烧至气团热 油烧热之后直接淋在鲈鱼上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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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